大家好,歡迎來到DC Fever 頻道 我是 Brian 今天和大家試玩 就是我手上的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就是來自Furundat Noton 60mm F0.95 的鏡頭 F0.95 超大光圈的鏡頭 這支鏡頭是一支 M43 的鏡頭 所以大家看到我都配上一部 M43 的機種 它的等效焦距,大家都知道是乘以 大概是120mm 左右 而這個120mm 左右的焦距 剛剛是一個人像鏡的焦距 比較長一點的人像鏡 一般來說,我們85mm至135mm 都是一支人像鏡 而且它的光圈有F0.95 這麼大 大家已經預算是在這裡玩淺景深玩散景 由於它是一支全手動的鏡頭 大家看到我扭了整個對焦環的時候 距離差不多扭了整個圈 所以可以做到最近對焦距離可以去到0.13米 如果以這個等效焦距來說,就非常之厲害 而它的放大率更加可以做到1比4 是1比4的放大率 你想想放向 M43 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微鏡效果非常之厲害 如果你說你買了這支鏡頭 絕對是一個價錢兩種享受 因為又是人像鏡又是微距鏡 再加上大家都看到 這支鏡頭放在上一部M43的機種上面 比例上其實都不是很大 事實它都不大 而且不算很重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會看到它的規格 都會覺得非常之吸引 不過規格上面的都只是一些數字 究竟這支鏡頭實際出來拍攝效果如何呢 以及一支沒有摺點全手動鏡頭 究竟感覺如何呢 我今天會主力和大家說這兩件事 我和大家近距離訪問一支鏡頭 這支是福倫達的NOTON 60mm F0.95 大家看到我放了上部 Olympus EM5 Mark III 上面 其實都不是很大支 大家看到它的頭早鏡片向內凹 跟我們平時看到大部份的鏡片 中間凹出來其實是有些分別 大家看回它的遮光罩 其實很短 不過是用金屬做的 所以你扭上去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說會咬很多位置 但做不到向後吐的效果 但如果對於一些不喜歡 Lock Filter 去保護的朋友 因為Lock Filter 始終對光學有少少影響 索性把這個遮光罩當作保護罩 其實都是不錯的 另外大家看到光圈環其實都頗闊 由最大的0.95到16光圈 以及中間的差距是不平均的 但不是非常明顯 每一級之間距離是有少少變動 但又不是真的很多 留意一樣 0.95光圈 如果你說做這個有段式的時候 中間是半級半空走 其實就沒有一個一光圈 即是由最大光圈去到1.4之間 其實是多過一級 不過不要緊 因為F0.95和一光圈都不是差很多 大家現在這一刻會看到光圈環 可以半級半級跳 即是有段式這樣 其實怎樣變成無段式呢 大家可以看到 旁邊這兩個位置 有個凸出來的少少位 其實按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 退後了少少 就可以轉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轉這麼多 轉成半個圈 轉半個圈之後 有個黃點出來 這個黃點就是現在的光圈 看到黃點之後 就變成無段式的光圈 如果大家拍片做這個 一邊拍一邊的景深會變換的效果 就要拍到這邊 接著 轉到最近 究竟要轉多少 由無限遠到1米的時候 大約走了不夠90度 但是 一路走走走走走 大家看到 其實我都要給點力 因為現在我的手勢 不是太走手 轉到最近 0.34米 再前一點的時候 你當作是0.34米 其實已經差不多走了一個圈 無限遠到這裡 所以如果大家玩未去的時候 其實 你可能一扭 可能要扭半個圈 去扭 不過勝在叫做 有得給你選擇 所以如果大家 拍得比較近一點的東西 你會發現 你可能需要扭很多 0.34米和0.36米 你都要扭這麼多 但是其實 你可能0.36米 你拉後2cm 已經在這裡 所以 使用的時候 都挺有趣的 這個感覺 然後跟大家看看 後面 它有一支沒有摺點的鏡頭 你會看到後面 M43真的收細很多 這個位置 然後 看看 後面的通光很誇張 始終光圈也有大 而且 其實M43真的很小 就這樣看下去 會比較得到 看看前面 大家看到 現在最大光圈 開盡的時候 當然很圓 收細一點光圈 你其實已經看到 是一個 十片光圈的形狀 都算OK 始終 十片光圈葉 已經算是很多 會看到 它不是環形光圈 但是都可以接受 現在再看看 再看看 這部 EM5M3 上面 的感覺 如何 首先 EM5M3 我現在加了手柄 就會覺得 整支鏡頭 重量和形狀 都算就手 不過 如果我拆了 直到 現在這部EM5M3 就跟一般的 M43相比 差不多 你會發現 其實 鏡頭相對地 是大 因為我現在 為什麼 有時候 經常說 手柄我喜歡大一點 就是因為 我經常用大光圈鏡頭 會是就手一點 但是我覺得 現在 這樣的配搭 可能前面會大了 和重了 但是還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範圍 至於對焦環 剛才我都看到 它要推很多 但是 都算Smooth 始終 弗倫達 都是做全手動鏡頭起家 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做全手動鏡頭 我覺得 它除了推得遠一點之外 其實 整體的感覺 都算是不錯 不會令到有些卡 或者阻力 會不會太大 或者太小 我覺得 它算是控制得很好 另外 光圈環 我更加 我更加喜歡 它這個 無段式的設計 唯一 就是 當我要調校 它有段無段式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煩 你給我一個按鈕 就算了 不要讓我這樣 扭成半個圈 其實都有點煩 外形和操控的感覺 先說到這裡 現在和大家看看 用這支鏡頭拍出來的照片 效果如何 現在和大家看看 這支鏡頭拍出來的影像質素如何 在這張照片 看看解像度 我對焦大概是100米以外的距離 而我呢 就把照片的正中間位置 剪了出來 和大家做個比較 首先 大家看到 當它全開光圈的位置 正中心 其實都是 一點都不銳 甚至乎 看到 有些散開 這些線位 其實1.4已經好了少少 但是 大家看到 這些位置 其實都是一般的 收到二光圈之後 其實 質素已經明顯地好很多 2.8已經開始銳行 這個位置 到4.0開始 其實 非常銳行 如果你要我比較 其實整張照片 整支鏡頭的中間位置 在5.6光圈的時候 是最銳行的 來到角落頭位置 大家看到 曝光是差不多的 其實可以估計到 機身的測光 就受了 黑暗角的影響 其實0.95 光圈 1.4 光圈的時候 曝光跟其他位置差不多 但是中間位置是光過其他的光圈 即是說這支鏡頭本身 都是有點暗角的 但是暗角直接明顯地影響了測光 所以為何剛才看到中間位置的線位 好像不是很sharp 爆光滲開了 因為其實中間位的曝光明顯是多了 但是來到角落位置 其實你會看到就算是0.95 這支線位還是OK的 去到二光圈就開始sharp 跟剛才差不多了 四光圈開始非常好 五點六都非常好 八光圈都非常好 這支鏡頭真是比較奇怪 我會感覺到 它的角落位置好像是比中間好 大家看到這支鏡頭 其實我挺刻意地拍到 是把後面的船 是刻意地穿過Model的頭上 看看它的散景 可不可以令到 這支鏡頭不會覺得很緊硬 現在事實證明 亦都做得到的 我真的覺得這支鏡頭 不會讓大家覺得 好像有一支插過Model的頭 這支鏡頭 完全是因為它的散景 真的散得很開 這支鏡頭我想跟大家 放大看看 現在100% 再放大一點 因為我的4K屏幕 好 很誇張 大家看到 Info的時候 是很sharp 其實Model 面上的少少紋理 瑕疵 頭髮的髮絲 都非常清晰 接著這支鏡頭 亦都是給大家看看 散景 其實我對焦的時候 我開了Picking 大概看到 Picking 是由這個位置 來到這個位置 即是說 後面 理論上都是Burl 反而這支鏡頭 我覺得 跟剛才 不一樣 可能比較大透 Model 比較近 後面 Burl的情況 明顯很多 但是我覺得 這張照片 全身來計 其實 後面 Burl的不足夠 不過 當你把照片 放到100% 的時候 其實 都是看得到 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 Picking Sharp的位置 大概是 1米左右 在後面 前面 這個位置 已經開始 Burl 但是 如果你說 Full Frame鏡頭 如果你說 真正正正 120mm 有1點多光圈 其實後面 應該 這些位置 會Burl 但現在 還看到 少少 始終 M43就是M43 不過 你說 這支鏡頭 放上M43 可不可以做到 非常Burl的效果 當然 絕對做到 OK 這張照片也是一樣 我和大家看看 我對焦的時候 我看到 那個Picking 大概是 由這條線 去到這條線 左右 其實我是對焦 對焦了一點 認真說 我真心覺得 用這支鏡頭 真的靠機身的Picking 是很難對焦的 所以 其實我都對了很多張 不過 對焦了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 都是非常Sharp Model皮膚 是非常細緻的 OK 拍攝近鏡頭 這支鏡頭 拍攝近鏡頭 是很強的 大家看到 哇 當你拍攝近鏡頭 後面 整支走 其實這個距離 是非常近的 它是Burl 到什麼都不見了 說真的 如果用這支鏡頭 當作超淺景深美距鏡來玩 我反而覺得更加適合 然後 這支鏡頭 我就下了腳界映花 其實大家不要看到 它好像 後面看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收了光圈 收到5.6 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光圈 大家看到 這一束花 其實 Sharp的位置 還是很短 整束花 還未見 後面 已經是Burl 其實這張照片 如果我開盡光圈的話 大家會看到 後面這些紅色 會混在一起 Burl 現在這樣 挺漂亮 OK 現在全開光圈 大家看到 其實它有少少螺旋形的光圈 這些位置 就變成一個桌圓形 而且是有方向性的 當我收一些光圈的時候 這個桌圓形 就修正了一點 但是 大家看到 雖然它十片光圈頁 但是 其實都不是很遠 這張照片 其實我很喜歡 其實都沒有開盡光圈 收了一點 但是 大家看到 都很明顯 看到前面的幾支 都很鎮定 後面 就Burl 這張照片 就跟大家看看 背光的情況 在開盡光圈 如果這張照片 如果防圓光的能力差的話 其實 對不到焦 拍不到照片 或者整張照片都蒙了 但是大家看到 其實這張照片 都是很鎮定的 這支鏡頭 其實它防圓光的能力 是非常強的 唯一就是 始終開盡了 0.95光圈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 紙邊 都很明顯的 這裡有些少奇怪的 就是跟剛才 對焦對100米那麼遠的時候 其實質素 是明顯有差距的 現在 是比剛才好很多的 剛才 整張照片 整張照片 沒有一個儀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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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WWE 侯空財 算是ölant 對焦對焦那些 Luna 換一個 平均的 這個一張照片 其實まだ 幾乎 非常緊張 是0.95光圈的 而且我對焦的話 其實對這麼遠 就算我開盡光圈 其實Picking都會告訴我 整個畫面都是Sharp 任何一個位置都會出到紅線 但大家看看 這張照片 0.95光圈的時候 真的對遠一點的時候 就幾明顯地 是有差的 那 可能我對焦上是被它騙了 大家看到近一點的位置是Sharp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是對焦不準 多於它本身的 鏡頭的質素 接著這張我就收了 5.6光圈來拍攝 大家看到 其實幾明顯地 整張照片是Sharp 5.6光圈剛才也和大家看過 是整支鏡頭最美的光圈 好像是另一支鏡頭 我剛才說的 好像對焦不準 但是 我沒有轉過對焦 只是轉過光圈 大家看到 整張照片 完全是漂亮的 也證明我本身 沒有對焦對錯位 這張就和大家看看 變形控制 其實不用看了 看上去完全沒有變形 都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總之這支鏡頭是完全沒有變形的 總括這支鏡頭 認真說 當你要對焦對比較遠一點 其實我建議你 不要用最大的兩級光圈 但是 當你對焦點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張我 都是開盡光圈的 其實都可以做到很Sharp 還有 照片本身的反差 也不大 大家看到 其實出來的效果 都很好 還有這方面 即使你開盡光圈 你都不要預期 後面 這麼容易做到完全 Burr的效果 尤其是 當你對焦對遠一點的時候 當然 都是幫到手 是會好過你用M43其他鏡頭的 還有 你要留意對焦多一點 像這裏 其實我靠Petking對焦的時候 其實是覺得有點辛苦 還有這兩張 其實我拍了很多張 才叫有一兩張成功 這是真的 還有這支鏡頭 我最喜歡 就是玩它最近的對焦 即使開光圈來玩 其實都OK 總共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它的質素 其實都OK 只要你知道它的特性 但是用起來 就真的有點難用 近來看鏡頭 和看完它的相片的質素 我就有少少總結 首先它的指邊確實 稍微明顯 這方面大家要拍完RAW 再在軟件的時候修正 不過除此之外 整體光學質素 都算不錯 即是要去到很Sharp 它又沒有 但是它又不是不Sharp 都OK 不過在最大光圈F0.95的時候 它不單是景深 你會覺得它好像太淺 而且在質素上 它在最大光圈的時候 確實是差一點 在拍攝這個比較軟的景物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收回一些光圈 去對焦和拍攝 因為你根本就不會知道 究竟是你自己對焦不準確 還是它的質素 影響了你拍攝軟的景物的時候 好像開到最大光圈 無論如何都好像拍得 相片不太Sharp 我覺得這支鏡頭 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 其實以這個等效焦距和這個 這麼大的光圈來說 其實這支鏡頭 真的一點都不大 很輕鬆就可以拿到外出 當然這個是M43 給大家的好處 但是這支鏡頭 真的是一支全手動鏡頭 全無接點的鏡頭 所以對焦和光圈的數據 不會傳到機身上 加上在這個情況之下 機身只可以提供到最基本的風直對焦 所以對焦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總會一句 總之就是我覺得這支鏡頭 其實並不是真的那麼容易用 尤其是如果你不習慣用 這個沒有接點的全手動鏡頭 但是如果反過來 你都不是很介意這件事 可能本身也有幾支鏡頭 用慣了 我覺得這支鏡頭 在一個這麼輕便的情況之下 可以讓你做到一個 這麼淺景深的效果 真的挺好玩的 好了 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看得更多 由這支鏡頭拍出來的相片 效果是如何 可以回到我下面 我們DC Fever 網站的連結 看看它的效果是如何 下次再有其他產品 我再跟大家做測試 今天多謝各位 拜拜